主持人华少再次因胖上了热搜,哈哈,因为胖上热搜的明星还不是太多,但华少这是第二次了。 中国好生意秒朝夜,华少闪亮登场,第一眼看上去脸胖了不少,甚至更有细心的网友看到华少带的婚件,难道胖的婚件都摘不下来了,难道胖到没脖子了,哈哈,让我们来看看华少为何现在变得那么胖,华少今晚发飙说话了,你们这样对我真的不好,还送电子秤给我,哈哈,大家都观察到了, 视频中华少这么说,有人在微博上问我,你记着了吗?华少失了是摘下来,却没摘下来,此刻华少说他忍着,这是他的婚件,华少说从好声音,总决赛之前最后一次,录像从9月18号到10月7号,仅仅半个月,一个隐藏的胖,倒可以上热搜的胖,华少仅仅花了半个月的时间,哈哈,真是厉害了华少, 每次华少做好了节目准备上热搜的准备,但是,像华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次他上热搜上的时间,比较常是因为胖,哈哈,大家看华少是不是胖到没脖子了,那么为什么华少现在这么胖呢? 对于胖的原因,华少说,原因很复杂,他说基本上一个中年发福,男性遇到的生理和心理上的问题他都在面对,但是,即便是华少胖了这么多,他心里话说,自己还没胖够,而这次华少说, 我说我上热搜了,我靠这一身肉上的,对于华少工作是谈到胖的原因说到最,近两年华少一直在做节目幕后的工作,华少胖不是一瞬间的事情,他是有一个长胖的过程,只是在幕后一起工作的同时感觉并不明显, 但是突然一段时间上影幕上后,大家会觉得他突然胖了不少,对于胖,华少工作是认为,其实并没有什么,但是身材上并没有影响他的工作,但是胖对健康上不太好,而华少在面对这个胖,下定决心要点肥了,大家觉得现在发福的华少好看,还是之前的他好看呢? 声明,以转突然来自网络如有银翼或金权请联系删除